以赛亚书第九章 但那受过困苦的必不再见幽暗 以前神使西布伦和拿弗塔利地被轻视 日后却要使他们在沿海之路 越旦河外和外族人的伽利利得着荣耀 行在黑暗中的人民看见了大光 住在死印之地的人又光照耀他们 你使这国之民增多又加添他们的欢乐 他们在你面前欢乐好像收割时的欢乐一样 又像人在军分战利品时的快乐一般 因为他们所付的恶和肩头上的杖 以及欺压他们的人的棍你都折断了 像在米店的日子一样 因为战士在战争喧嚷中所穿的靴 和滚在血中的袍都必烧毁 成了烧火的燃料 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 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 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 他的名必称为奇妙的侧氏 全能的神 永恒的父 和平的君 他的政权与平安必无穷无尽地增加 他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 以公平和公义使国兼力稳固 从现在直到永远 万军之一和华的热心必成全这事 主发出一个信息攻击雅各家 信息落在以色列家 所有的人民就是以法连和撒玛利亚的居民 都要知道这事 他们凭着骄傲和自大的心说 砖墙倒塌了 我们就用凿好的石头来建筑 桑树砍倒了 我们就用香薄树替换 因此 也和华必兴起力训的敌人来攻击以色列 并且要激动以色列的仇敌 东有亚兰人 西有费力士人 他们张开口来 要吞灭以色列 虽然这样 也和华的怒气还没有转消 他的手仍然伸出 这人民还没有回转 归向那击打他们的万军之耶和华 也没有寻求他 因此 耶和华在一日之间 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和尾 宗之与卢尾 长老和尊贵人就是头 用谎言教导人的先知就是尾 因为那些领导这人民的 是他们走错了路 那些被领导的 都必一片混乱 因此 主不喜欢他们的年轻人 也不连续他们的孤儿寡妇 因为他们个人都是不敬钱的 是邪恶的 个人的口都说愚昧的话 虽然这样 耶和华的怒气还没有转消 他的手仍然伸出 邪恶像火一般焚烧 脱灭荆棘吉吉利 连树林中的密丛也烧起火来 他们旋转上腾 成了烟柱 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烈怒 地被烧毁 人民成了烧火的人料一般 没有人顾惜自己的兄弟 有人在右边切肉 仍然饥饿 在左边吞吃 仍然不饱足 个人竟是自己手臂的肉 马拿西吞吃 马拿西吞吃 以法连 吞吃马拿西 又一起攻击犹大 虽然这样 耶和华的怒气还没有转消 他的手仍然伸出 但是我们下来了 咱们下来了 这边 往下来